一琢一拉,一只海豚到手,海水三秒变红,船上的人放声大笑,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 大家好,我是007,今天给大家带来纪录片《海豚弯》。 海豚玩偶,海豚船只,海豚雕像,这里是日本太地丁,一个热爱海豚的地势。 在这儿,你可以一边看海豚表演,一边吃海豚肉,还能站在桥上看渔夫怎么等海豚自投罗网,制导生墙,唯独海豚。 次日,所有训养师下水测量挑选,以15万美元的价格带走自己中意的海豚,送往世界各地表演。 没被看中的将驱赶至神秘海湾,从9月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,然后被宰杀贩卖,每条价值600美元。 全球水族馆年收入数十亿,太地丁功不可没。 本地经内博物馆作为中间商,市政府和渔民瓜分利益,一举成为全球海洋公园及与海豚水下共物项目最大的供应商。 水族馆里,海豚微笑着与大家亲密互动,但它们真的开心吗? 海豚是听觉动物,在海里每天能游64公里,水里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它的耳朵。 人类最先进的声纳与海豚相比都是小物见大物,但在这儿四四方方的水池中,它们过着囚徒生活。 表演时,周围震耳欲聋的尖叫和掌声是海豚所无法承受的噪音,它们和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,不少因为压力过大得了微溃疡。 李克曾经是名训养员,他一直以为海洋馆就是他们的家。 直到相处七年的海豚,因无法承受噪音压力在他怀里自杀,腹部朝天沉到水底。 此后,李克辞去训练师的工作,开始投入拯救海豚的行动中。 枪打出头鸟,不是被自杀,就是在各大监狱进进出出。 李克来到太地丁海湾查看情况,当地渔民百般阻挠,推推嗓嗓,拿刀威胁,拿相机怼脸。 包括BBC在内,各大媒体都只能空手而归。 为了激怒李克动手,渔民百出国际通用手势,甚至直接吊起一条年幼海豚,对着喉咙一刀割开。 如果李克动手,他们就有充足的理由驱逐、逮捕。 不用指控就可以关上28天,拷打审问。 IWC是国际补经委员会,唯一的宗旨就是保护各种野生精类动物。 但不知为何,海豚属海豚不在保护之列。 反而出现在人们的菜单上。 李克骂骂咧咧,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耳逼。 结果被IWC永久禁止出席会议。 为了使补经政策赢得更多数支持。 日本拉拢众多小国互惠互利,我出钱你投票。 把他们带进IWC来通过补经政策。 不仅如此,日本还钻IWC机构漏洞, 以搞科研为借口捕捉鲸鱼,肆意称重虐杀。 随便一条都能带来上百万美元的利润。 可以说,指望IWC拯救兵威精类根本没有希望可言。 你不仁,别怪我不义。 李克决定拉上35好友使出18般武艺来场秘密行动。 造相机岩石模具,隐藏摄像机和水下侧音仪。 无人驾驶飞艇搭配陀螺稳定的高清摄像机, 还借来一台军用级别的红外热成像仪。 只要是活物,它全部都能拍到。 众人想尽各种可能的拍摄方法, 带着47个大箱子奔赴日本。 第一次抵达现场,他们惊呆了。 一群小海豚被圈在一处, 他们的父母就在不远处被屠杀。 海湾不断涌过来鲜血, 一只小海豚冲破冲冲渔网游向岸边想要逃走。 身后留下一道血流, 他几次挣扎呼吸,最后沉了下去, 再也没有出现。 桥上的渔民嘻嘻哈哈谈笑风生, 李克试图给钱让当地渔民停止捕杀。 渔民说,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, 是为了防止海豚吃鱼, 而且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, 和你们吃牛肉是一样的, 只不过我们吃的是海豚肉。 事实上, 每年有两万三千条海豚被屠宰贩卖, 但海豚肉价格被压得很低, 几乎没人吃, 于是就有了狸猫换太子。 市场上标价昂贵的鲸肉, 实际上也是海豚肉, 而且自从工业革命以来, 环境中的拱含量, 每年上升1%到3%, 海豚肉有营养, 里面的拱含量也严重超标20倍不止, 但日本民众一无所知, 他们自以为买到的南半球健康鲸鱼肉, 实际上都是台地丁海岸的宽文海豚, 政府媒体心知肚明, 手拉手掩盖了一切, 只告诉渔民, 海豚会威胁鱼类的生存, 市长甚至启动了海豚肉免费进校园的活动, 而日本午餐是强制性的, 孩子们必须吃光光, 如果海豚肉进入午餐盒, 后果不堪设想。 李克竭尽全力与日本政府斗智斗勇, 两天谈判, 他们拿到海豚湾封锁区域的地形图, 翻山越岭, 勘察地形, 警察在屁股后跟踪监视, 红外热成像仪, 看到一点人影, 立马取消行动。 李克带着小伙伴全方位日夜观察, 找到最容易突破和看管松懈的时间点, 在袜子里藏着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号码, 一方万一, 穿着黑衣整装待发, 大家小心翼翼分头行动。 在海湾各处架设延时摄像仪, 一人开车接应, 一人拿着红外热成像仪放哨, 潜水员将水下侧音仪放至水底, 摄像机全部到位, 天蒙蒙亮, 日本渔民在岸边点起篝火, 互相调侃自己不经的光荣事迹, 然后开开心心坐船出发, 拉网瞄准, 一刀棍下去, 海水瞬间变红, 不管男女老少, 一个都不放过。 海湾不断回荡着海豚的悲鸣, 为之而全歼, 无异于灭族。 大家盯着屏幕不寒而栗, 事到如今, 日本政府依旧光明正大宣读补禁政策, 坚称渔民使用的是特制的切削工具, 插入脊柱, 海豚即可立即死亡, 没有过多痛苦, 并且为捕杀效率逐步提升感到骄傲。 李克把显示器绑在身上, 不顾禁令来到IWC, 日本街头360度无死角滚动播放, 摄像机和保安一哄而上, 现场无一不感到震撼。 事后, 日本政府官员检除拱中毒, 两名示意员冒着丢饭碗的风险, 发表公开申明, 海豚肉最终被撤出太地丁学校午餐计划。 迫于舆论压力, 09年太地丁政府同意只保留50条表演海豚, 其余数千条得以生还, 而太地丁海豚大屠杀计划于每年9月继续进行。 有人说日本大肆补经跟传统文化政府无关, 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民族自豪感在作祟。 他们受够了被西方国家使唤, 我偏要补经, 看你怎么阻止我。 这种说法的真假我们不得而知, 但可以确定的是, 若以现在的速度无节制补杀, 全球水产资源将在40年内耗劫。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精彩纪录片。